记者廖淑林云林报道,卫生纸条涨售价传闻金正石,确实有多家大厂涨价,在云林县北港港振兴德陆北港故事馆生产的卫生纸业者,在这波涨价抢购风潮不仅没有调涨,原本优惠延长到6月底止,现在反应热烈,业者决定持续到今年底,且照送折叠式单车。 根据业者只称为反应国际纸将价格大幅上涨,国内卫生纸一片涨升,且引来全国消费者抢购风潮,从2月春节前全国风抢卫生纸,还被国际媒体引为世界奇迹。 3月以来,业者也纷纷正式调涨卫生纸售价,但云林北港这家卫生纸公司不但仍坚持不涨价,购买8箱还送价值近4000元的高级小折脚踏车,网络消息传开,订购电话接不完。 为感谢大家,北港故事馆董事长吴品峰今天再将优惠延到今年底,让大家不必急于一时抢购。 吴品峰指出,只将从去年起涨幅达四成,确实让同业感受到压力。 而他们长期代工卫生纸制造,只将由印尼进口,因进口货源稳定且尚有库存。 为回馈消费者人坚持原价,每箱十串,每串八包150抽卫生纸,每箱八十包售价890元。 一次购族八祥若亲自到公司取货7120元,货宅配家运费共8000元,另可货赠价值3980元。 双跌刹避震器的高级BENI BER折叠式脚踏车一辆。 吴品峰强调,该项优惠活动原定今年1月截止,但配合这波卫生只不涨价顺延到今年6月30日。 结果活动EPO上脸书吸引抢购,订单大爆粮,为了不让消费者失望,再将该优惠延到今年底,且价格依然不变,单车还是照送。